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子霆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大家都知道新北市这几年可以说是迅速的发展 许多的这个卫星城市 还有多卫星的城市 也是发展相当迅速 其中在新庄地区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发现到 最近不管是在交通方面 或者说在生活机能上面 其实居民也都希望说 能够不断的持续提升 但是我相信最近有很多住在丹丰地区的居民 可能会讨论到一个议题就是 新庄地区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有所谓的殡葬专区呢 然后未来很多民众是不是担心说 除了现在既有的第一公墓区 然后以及第一生命纪念馆 未来会不会有第二的生命纪念馆 以及甚至有听到说 到底会不会有火葬场啦 或者是殡仪馆等等 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居民们 应该都相当的担忧 不过没关系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 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解析一番喔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特别为邀请到的就是新北市议员 钟恒伦 钟议员 议员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议员刚刚提到的 其实很多新庄地区的居民 甚至大新庄地区的居民 现在应该都很担心说 到底会不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殡仗专区 那其实这个原油当中 大家可能很多住在新庄地区的居民 应该都知道 第一的公墓区 它其实已经存在多年了 而且就是已经既有的一个 很多的一个 这个土葬的一个区域喔 那在多年前 其实这个新北市政府这边呢 也设立了一个第一生命纪念馆 那有了这个纪念馆之后 其实这几年大家发现说 第一生命纪念馆 好像已经差不多已经到了七成八成了 是不是有这个第二生命纪念馆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兴建喔 然后开始产生这样的一个议题发酵 那其实这个议题呢 这个已经存在有一些时间了 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 其实吵得相当的火热 我觉得议员应该自己本身有感觉到 有 因为很多民众的沉情 所以都很怕说殡葬特区在这边成立 甚至于把火葬场 殡仪馆牵来这里 我认为这个议题当然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嫌恶设施谁都不想 尤其在新庄算是非常密集 居住的一个地方 而且发展迅速 如果有一个殡仪馆 或是一个火葬场在这边 当然会影响很大 尤其周边的住民 我们那边的市民 影响更大 但是也不会只影响到周边 为什么呢 因为当是一个殡仪馆 甚至火葬场的时候 很多顶头 来来去去 这个真的交通是一个大的问题 再来就是你每天会看到这些 就是大家比较不喜欢见到的一些事情 但是这些东西当然也是 我们生活上人生必走的一环 当然这些设施是有它必要存在 但是从来 我在议会虽然是第一届的议员 但是三年多来 没有任何一次 有政府官员表示 在新庄这个地区 要设所谓的殡仪馆 或是火葬场 从来没有 那甚至于其他 虽然板桥有一直在讨论说 想后敢刷照 但是也从来没有任何的提案 或讨论说 要在新庄来做 当然这阵子为什么 好像主持人所讲 为什么引起很大的一个讨论跟恐慌 事实上因为 在大概两个礼拜以前 有一些 就是市政府那边 有城乡级跟相关的顾问单位 来做工展 因为要都市计划变更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听民众意见的 一个公开展览 公开展览的 像这样的一个程序 其实是在听民众的意见 这个公展一办下来 当然它办很多场 大家才说 这里怎么要变殡特区 因为殡殡专区 它是一个特区的概念 是一个特别准许 所以按照法令 你要会回头去查法令 相关的都市计划的一个法规限制 它是变成可以做各种 只要跟殡殡相关的行业 都可以 譬如说生命纪念馆 就是灵谷塔 或者说殡仪馆 火葬场 甚至于有一些行业都可以在里面 所以当然引起恐慌 当然这个不能怪民众 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但是事实上要把事情讲清楚 其实就知道 原来的市政府 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出来 当然在公展之前 因为我身为议员 也有通知我们要去参与了 我当然那个时候有请我们的办公室这边 有针对这方面的资料先调出来看 其实早在就是4月9日的时候 市政府的就是殡葬处 因为民政局下面有一个殡葬处 专主政 这个殡仪馆或是相关的这些事情是他们主政 他有发一个文在市议会有转给我们 是说在新庄就是第一公墓也就是墓六 编号墓六这个地方 就是要来做第二生命纪念馆 他们有做规划还有环品 要让一眼知道 当然这个都是在一个规划阶段 但是后来由城乡级主政的这个部分 他就使用分期的一个变更 突然怎么会说变更成 那个殡葬特区 一个专区 所以这个就引起很多的恐慌 甚至于被鲜染成说 就是要盖火葬场跟殡仪馆 我觉得这个差异非常大 但是既然你是殡葬特区 在使用分期上 它本来确实是可以吧 有可能 但是我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讲 就是说其实市政府送这个案来的时候 其实他很清楚 已经把规划在上头 就是要做第二生命纪念馆 但是这个我们当然也有去请教相关单位 因为这个地区比较特殊 就是属于林口特区的一个部分 我们早期在省政府的时候 有规划了在送属于省长的时候 在推动林口特区 它是一个特别的法令 是直接就是都市计划的部分 直接归我们省政府管 那省政府现在比较把它冻结之后 对 所以就转到内省部 营建署来主政这个部分 那只要那边的所有的就是所谓图管 甚至于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 就要回归到那边 那当然市政府在守在地 直辖市可以直接提案 提案大概是一个建议 那内政部也有准说 那你们就去办公展 来听听民众的意见 当然我们在总执行的时候 很多议员都关心 而且来把这个事情问清楚 我也是调了很多资料 包括营建署 包括殡葬处 城乡局我事实上都有跟很多主政的 我们的公务人员去调资料 就后来发现 其实是一个大乌龙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刚开始不清楚就直接问 说如果按照就是都市计划的一个规定 如果要做所谓的生命纪念馆 灵谷塔 只要10公顷以下 是可以不用变更 不用变更 早期 因为你知道这个新庄第一公墓 在二省道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开了二省道过来 分两边 那个时候蔡家吾市长的时候 那在蓝侧的地方 蓝侧的地方就比较小块 大概一点多公顷 那个时候新庄四公所 有把它盖好一个第一生命金 对对对 就是现在的第一生命金 使用力大概也有八成多 八成多了 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部分有人觉得说 签帐之后看起来比较干净 也有把它看起来比较整齐 然后统一的管理这样子 所以在另外一侧 另外一侧的部分 还是土葬 那个时候 一样就是第一公墓区这样子 对对对 当然整个第一公墓是包括了 公有四五的土地 以前是台北县 现在是新北市政府的土地 就包括我刚刚讲的 第一块就是蓝侧 什么叫蓝侧的部分 蓝侧一点多 现在对一点多公顷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北侧的部分 有六点九公顷 还有包括一些私人的 私人有两大块 这个加起来其实是十点二公顷 左右 如果依规定 是不用变更 超过十公顷 我们想想看 以前 制工手要盖的时候 并没有去变更 就盖了 那为什么这一次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出来 我就问了殡葬 殡葬 他说因为不够 所以他当 也提出这样的一个规划案的时候 就请程翔起说 一看这个跟华链不符 因为我们不足 不足那个十公顷 然后需要变更 由他们去变更 其实搞一个大乌龙 因为整个 他忘记了 原本的 原本的蓝侧的部分 有一点多公顷 他没有把它计算进去 总面积就扣掉那个 就变成八点九多 不足 所以其实他整个过程 是一个 有点乌龙 对对 是有人把它搞错 这个是在第二次通版检讨的时候 林口特区 第二次通版检讨的时候 把这个资料送错 是 他在计算 计算整个面积的时候 对对对 不是要变更的时候才送错 对 那个时候就被注为六点多公顷 他认为不足 所以加上那个十元的部分八点多 是 八点九块九公顷 不足 所以他送 结果后来 第三次通版检讨的时候 这个 我们看的公展资料 他上头就已经写了十点几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后来 发现说不对 这边也是公布要含在内 对 所以 他其实做了更正 但是 我觉得比较遗憾 其实要骂一下 我们 市政府 当你送去 已经知道是十点多的时候 你还是照送 就变更程序 他还是继续的 继续走 其实不用 其实他应该不要 就不会被误会说 可能还有 兵杖客区这样子 对 其实我认为说 刚一开始 他的本意 是只做灵谷塔 后来在种植群的时候 包括朱立伦市长 还有 民政局 还有承乡 他们都讲说只做灵谷塔 而且规划上 也只做灵谷塔 但是他这个动作 就引起恐慌 其实这个部分也该骂 你不应该做一个动作 引起恐慌 然后还浪费公堂 因为你在走行动程序的时候 不管公展 或是开委员会议 所以继续在进行这个案子的时候 都还在发公家的议算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 还是强力要求他就是 应该直接策案 但是他目前 是还没有答应 因为那天种子行 种子行的时候 市长是很明确说 只要超过10 我们就策案 但是现在是不是超过10 他说还没有弄清楚 我说这个是还蛮离谱 其实我都已经帮他搞得很清楚了 所以新北市政府 他其实应该要很清楚的 直接告诉所有的市民 就是在我这个区域当中 我其实一开始 我原本的规划 其实原本也只是要做 第二生命经验馆 然后把原本的一些 就是在北侧 刚刚议员讲的一些 北侧的一些土葬的区域 能够稍微重新的做整理 然后盖第二生命经验馆 并没有要所谓的火葬场 或者是殡仪馆 原本就一开始 就没有在那样的计划当中 目前的规划 他们原始的规划 也一直没有 这个我其实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议员这边有很清楚的一个 其实整个殡葬区 公墓用地是 这个是私人的部分 这个其实也是墓六 这个也是 只是这个地方 已经变成第一生命经验馆 在这个二省道 我们现在的 新北大道 新北大道这里 的北侧 这一块六点多公顷 它整体规划来讲 就算它 因为它要做环品 而且要规划 环品当然还没有通过 只是还是先让我们知道 就这个部分来讲 它规划是3.5公顷 做就是所谓的第二生命经验馆 其他因为 你知道那边是山 山区 坡度很高的地方 没有办法使用 连停车都有困难 那边都是要把它做绿化 其实它已经规划是这个样子 但是就算是这个样子 其实后来我们意见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那个有特别去研究一下 在相关的资料市政府提供的 在去年106年 它有一个所谓的都市计划的一个报告书里面 民政局他自己提供出来的资料 他说我们新北市所有的灵谷塔已经超量 包含了公立的 然后以及私人的灵谷塔 其实现在的数量是已经够的 对对对 当然这一块来讲 目前因为超量 所以它要做总量管制 而且总量管制的方式是 比如说你这个灵谷塔 我已经准你盖 而且盖好了 譬如说我里面有 假设有三万个位置 那我一次只同意你卖几个 对 其他也不准卖 我没有给你使用执照 整体 这样子 其实它是 我也不清楚 前几天我特别问了民政局长 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管制 他当然跟我讲说 这牵涉 因为灵谷塔是一个利益很大的一个行业 但是我没有负担 我也不做这个 我也不是要帮一些私人去做promote 我是认为说 因为你知道灵谷塔有时候都很贵 而且有一些投资 还蛮多久 对之前甚至还有所谓的灵谷塔投资 但是我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的观点是认为第一个 如果既然总量已经盖好的灵谷塔那么多 我们公家机关就不要再盖那么多 我不是要帮私人promote 那如果说民间的那个太贵 因为公家都比较便宜 民间太贵 我是觉得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你去限制他卖的数量 我跟你讲量少价就这样 如果你四五一次公告说你们都可以去弄 那现在已经多出来多到多少你知道吗 是那个民政级的统计 如果一年用掉两万五 都可以用五十年以上用不完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把它公告出来 我当然不知道 如果有一些已经投资价格一跌 如果是投资客卡的可能很惨 但是就整体共息来讲 那价钱一定标不上去 因为一大堆可以卖 那现在当然是限制 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这边 我是认为说 就算私人的或是公家的 其实他的用途 他的使用 执照就是联谷塔 只能做联谷塔使用 既然是这样子 如果说量已经够 我就真的不希望他在新庄 在公墓 这个公墓我是认为需要整理 甚至要牵账 牵账之后有一个好的安置 自己 安置要到哪个地方 其实总量已经够了 私人的部分 我是说因为你政策面 可以规定很多东西 可以去限制它 甚至价钱都会管理 我不知道 我是说或者是 你就跟他租用 没有关系 西北市政府要去想一个 管理的方法 对 我是说既然市场上 现有的 空的 就没有使用 多那么多了 多那么多 那我们市政府再来 在盖一个公有的 尤其在新庄 真的 附近都非常缺乏 缺乏所谓的公共设施 甚至于运动公园 当然在公园路这边 有一个运动公园是很不错 但是不管在西盛 在福营地区 丹厚地区 在后港地区 其实我们讲的活动中心 运动中心 运动公园都非常少 那一个区块 虽然现在目前是一个公墓用地 那个公家的部分 还没有被开发的部分 就有6.9公顷 其实也蛮大 配合旁边青年公园 还有水沿区 其实也是好山好水 当然可以有一个过渡区 可能先牵涨 先把它公园化 一段时间之后 可以有一些地上设施 甚至运动公园 运动中心 我觉得 其实都对当地居民来讲 都是一个不错的 对 而且重要的是有这个需要 那个地方刚好就是 就新庄来讲 比较接近山就是那一块 既然那里有青年公园这么好 还有那个水沿地 其实如果整体开发 你不要再要入门口那里 要搞一个很大的一个 殡葬特区 或者就算是只有灵谷塔 大家要到好山 还是谁去玩一下 或是外部的礼客 对不对 其他县市要来这边玩 一到那边先到那边 墓园去逛一趟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都觉得说 其实可以更长的规划 既然就是灵谷塔 总量是够 那是看你政府怎么样去管理 使用而已 对 我想 因为不管是这个 难谷塔 或者是宾馆 甚至是火葬场 对于居民来讲 它都是一个 现代化的一个行物设施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说 所谓的这个 新庄第一公墓的整个 这个设施的一个介绍 新庄第一公墓呢 他们是这个 它目前的这一个生命纪念馆 是从这个新庄第一公墓 然后签障改建而成的 那是事实上已经从民国92年 启用到现在 那这个目前里面呢 是有三万个塔位 那目前使用上呢 已经有这个七成到八成左右的一个空间 当然很多民众呢 也会认为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纪念馆 民众担心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民众担心的部分 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这个可能 生命当中都会走到最后一步 但是呢 我也不希望 这样子的一个设施 是盖在我家旁边 所以当然景观上面 民众就会感到害怕啦 会觉得说观感不佳 同时呢 因为它也是这个 闲屋设施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 担心会影响他自己的 这个附近居民的一些房价的问题 这也是很这个现实的状况 那当然呢 很多人会觉得说 在清明节的时候 不管是扫墓啦 或者是说 可能会造成当 这个附近的交通拥塞 或者说一些 噪音上的一些干扰 那当然更重要的 就是长期以来 可能会影响所谓的居住品质 这也是当地居民 可能会比较担心的部分 那很多居民也会认为说 现在既然已经有 第一生命纪念馆了 已经在 当地已经成为事实了 那他们当然就不希望说 是不是有第二生命纪念馆 那如果未来能够像 议员讲的 能够把它暂时的先暂缓 然后变成一个绿地的话 对当地居民来讲 也是一个补偿的一个措施 对没有错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 比较偏远的地方 好像人少一点 不好的地方都往偏远的地方跑 不是 其实那个以前是牺牲比较久 因为你很多工作设施 在那边比较没有 当然现在其实那边住 住在那边的市民非常多 对 而且到青年公园里面也很多 其实如果说真的 已经确定 我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确定说 不必已经超过10点 10点2 既然是这样子 那就赶快把它撤掉 第一个 不要减轻民众的疑虑 安民心 就是确定不会有所谓的火葬场 不是特区 这个部分先处理 而且他马上可以做 按照那个内政部他的讲法 我也问他 说现在进行到公展 到底是怎么样 他说公展只是在问民众意见 一般公展之后 30天内 市政府有权力 看要决定要继续进行 还是要测界 就是说不做 本来公展就是听民众意见 我觉得这个部分 要当机立东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 我们很多规定 我都是有根据 像这个 这个都是第二次 就是通盘监浩 都规定 他这里就有规定一个 10公顷以下是不用的 这个比较小 看这个 他就是规定 10公顷以下 做 那个灵魂塔是不用变更的 既然是这个样子 再来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连那个市政府 给的资料 就是内政部给的资料 都说这里 已经是10.2公顷 这是公文书 公展的资料里头 市政府提供的资料里头 就是10.2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是市政府可以 现在就做 对外宣示 说现在确定超过 就不做了 这个争议不会再下去 对 解决民众的 第一个担忧的部分 那一天市长当然有承诺 说超过 只要超过10 只要确定了 就OK 但是他 其实这个东西 是从头到尾都是10点 而且我问了 地政局 他调给我的资料 给我的公文 也是说 就是超过 我这个 事实上都是 有去调资料的 这是地政局的资料 新北市地政局 他说 这个东西 从头到尾都是10.2以上 这个 这里 这是很确定 不是我自己讲 我都问了相关当然 这是地政局 地政局就是本来 对地级 对土地 包括它的分区 都是非常清楚的 分区变更 是我们讲的城乡局 没有错 但是 这个土地 多少面积 然后用途 地目是什么 地政局很清楚 所以我问了地政局 他给我公文 既然是已经确定 其实市长就明确说 现在这样 或者说城乡局 就直接说 我们就撤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我认为说 其实就是要马上撤 这个安民心 不用再讨论 也不用浪费公堂 继续进行行政程序 再第二个部分 其实我们有共同联署 因为我找我们其他议员建议说 我们干脆 因为我理由很清楚 刚刚讲过 我们新北市 目前总体的 那个灵谷塔的塔位是超量 而且还在做总量管制 总量管制不是让它不再兴建 当然这个部分有限制比较严 最主要是 你要卖出去 不要一下子卖 我都想不清楚 是不是怕影响行钱 我真的不行 但总是 那个量还很大 而且他讲说 用光诗人的部分 用50年都用不完 当然公家的部分 因为价钱比较低 好像 一定还是很多人 但是还是有很多空位 就算我们新装这个位置这么好 也用了 就是还有一成多 表示说 其他公墓都还有一些位置 但是我是说既然位置够了 拜托 就把那个地方 不急于现在就赶快先去 而且那个地方我们有具体建议说 是千丈 还是要做整理 签账 既然没有土账 但是久了还是要签账做整理 先把它公元化 久了以后 我们可以有地上设施 就是让那一些 就是大家习惯 对 然后先变为特色公元 这是我们选区所有议员 其实现任的所有议员 大家都公私 我们共同都一起联署 你看提案 在前几天 第一天开议 我做了总执行 同时我们的共同提案 是大家的共识 现任的议员 大家讲话都一样 好我想这个新北市政府呢 看来势必 真的是要这个解决当地居民的一些 这个疑虑 或者说一些恐慌的问题的话 我想他在这个所谓的都市变更的部分呢 甚至到底要不要盖所谓的 活葬场殡仪馆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新北市政府 他应该要更有这个魄力 能够赶快的 来跟所有的市民来 正式的这个宣布一下 他接下来的程序到底要如何的进行 好 节目即行到这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不阻塞 猜员除水桶要夹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要倒干净再回收 预防登革热清除滋生源 大家一起来 Action 好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讨论一下 在整个新庄地区 我们刚刚讨论到 在这个丹丰地区 民众可能比较担忧的 这个所谓的 殡杖的一些问题 但是接下来呢 如果有到过 这个新庄地区的民众 尤其是上这个高速公路的话 大家一定会碰到一个困扰 哇 新庄交流道 真的是很难上 尤其这一个 不管是要接这个快速道路 或者是要北上 南来北往的 这个民众朋友 我们常常 不管是在这个上班时间 甚至有时候 不是交通巅峰期的时候 也都会塞在这个状况 我相信很多的民众 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也一定有很多的民众 会向议员反映说 哇 这个 我们新庄五谷交流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多民众 大家这几年都希望说 交通越来越顺畅了 感觉上应该要 这个比较方便 但是 其实可能是这个 快速道路现在多了 然后为了要这个 快速道路 接高速公路的一些问题 反而造成附近的 交通大打劫啊 因为事实上 交通的好坏 对一个城市的品质 非常重要 如果说一塞 什么都没有效率 上班都迟到 也会有资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民众会特别有感 那新五路的问题 尤其要上高速公路这个地方 真的是梦愿 而且是已经非常久 其实以前还没有65号道路的时候 快速道路的时候 也会塞 但是65号道路完成之后 其实塞得更容易 更塞 我们当然 我是三年多前才当议员 其实在这个之前 就有现任的议员 一直去反映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相关当中一直解决不了 然后当然那个时候 因为刚好碰到高速公路 就是收费的方式改变 用ETC 电子收费 不用有收票的收费站 所以有几个议员也很热心 就去建议说 在泰山那里的 既然那个不用收费 旁边有一个引道 就是到那个高速公路 警察的那个办公厅社那里 如果说也多一条 那个所谓的交流道 小交流道 对泰山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五股 可以疏解一下 这个就当然市政府 有请顾问公司 相关那里去研究 那个时候刚好 我就当了议员 然后所有工厅会 我都有去 结果我听那个简报 听完之后讲了 大概可能几半点 我跟他讲说 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规划 我三秒钟就跟你打枪 一看就是不行 因为他的规划 是认为说还是不可行 那个地方就算开放 第一个困难 他说我们高速公路局 他认为那个办公厅社对他们很重要 很重要 他不愿意让 我跟他讲说如果是 那个地方让一下 他签到非议地方可以解决个问题 老早就跟他签 如果说这样可以解决问题 不签 不管谁执政我们都去抗议 因为这筛得太严重了 所以不能有本位质疑 但是问题是 他们评估就算这边下来 其实会 看起来短线 对那个泰山的 住在那边很有帮助 他马上下来就OK 但是惨了 他是说 当这边有一个引道下来的时候 原来的这个新武路的交流道这边 很塞 有很多车子会往这边下来 是 整个泰山的市区一定弹化 因为泰山 因为多一个 泰山下来之后 他的交通路线是比较小的 他没有一个联动的一个那个 没有联外的道路 对对 他说如果是这样下来的话 因为 反而会塞在市区 对大家都 从原来的交流道下来 就塞在新武路 对 如果说新武路很塞 我当然就从那个 从泰山 提前 如果说南下北上的 就从泰山就溜下来 溜下来的话 就泰山路很小 有一些不清楚的 那就塞翻 在那边 短期看起来OK 但是长期更惨 包括 甚至以比较外围 要连到 又要回到 所谓的新武路那个 因为那个像新泰路 泰林路 对 都很小 是 所以你看他们的评估 其实这个方面 也是有赚业 他们是认为说 不能只靠 看说你们可以溜下来 但是我溜下来以后 其他 都市里面的交通问题 你不能限制说 只有泰山溜下来 对 怕说影响更大的 泰山本身区域内 其他附近的 那个可能 是缺交通 当然这个是一个议题 但是 其实那个第一时间 讲完 我那个时候马上发言 我说 你 让你用这么久的时间 去评估就 只讲了这一个 评估后来是不行 不行 其他方案还是没有 但是我 我那个时候 很明确跟他 讲说 就随便一讲 你要有系统性的思考 为什么 当初要做 快速道路来 当然是让 一高跟三高 第一高速公路 对 跟第三条 第三号高速公路 可以连接 但是这个连接的过程 我们看土城 那个地方 也有交流到 但是他你不塞车 为什么塞在我们这里 不是 往那边也很少 我跟他很明确 讲说 因为 由北往南 要到三高的 高速公路 要上 南下高速公路的时候 直接 还是65号 就是直接 上高速公路 不必下来 要北上 也是直接 从65号道路 就接了 北上的 三号高速公路 但是 他平面车道 一样可以上 他是两个系统 但是 来到我们新武路这一边 他偏偏 要把 北上南下的 车辆 就是高速公路 譬如说 他从中永和来 或是三高转过来 板桥过来 很快的快速道路 把车辆引过来之后 他本来只要 北上到台北市 对 或者是南下 要走 第一高速公路 他先在丰交路附近 先让他下 那个65号的快速道路的引道下 到平面车道来 大家塞在一起 全部都塞在 那就惨了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这边 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讲说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像 我们讲的土城 因为可以比较 那边不塞 这边塞 为什么 因为那边直接连接 高架 直接上高速公路 不必下来 那新武路这一边是下来的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原因 再来另外还有一个例子 我同时跟他讲 我们的对象在北边 有一个64号快速道路 其实新武路我们 如果从 就是我们讲的 二省道这一边 往五谷走 会发现说 比较塞 从那一头回来 是过高速公路以后才比较塞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边 64号快速道路也是有 64号道路要北上 直接不下来 连 它有引到可以直接 它就直接连 比如说 我这边有一个 准备一个图 对 这个是64号 然后往这边高速公路 这一边它绕一圈 北上 南下也是直接 那如果说 他们要下高速公路 北上来这边也直接接 直接接64 然后南下的部分 有没有 那个 从南部 南部上 北上的时候 如果要到五谷 对 巴黎那个好像 也有一个引到可以直接接64 所以它不必下来啊 对 就少掉大部分的车流 反而是65的快速道路 它当初设计的时候 全部都先下到平面道路 对对对 然后才开始上高速公路 就拜登大家塞一下再上去 我都想不懂为什么 因为当初在盖的时候我相信当时的时空背景没有车流量这么大 但是你几年盖下来 当你完工以后 其实车量就很多 对 这个后来跟他建议 因为也有交通部高工级的人来 我们有跟他建议 他说回去评估 当然也搞了很久了 后来在 在7月17号的时候 有到再 重新召开 最后一次的工天会 后来他有来答应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一直 跟相关单位 反映也透过立委 在中央说 这个一定要做 不赶快做 这个浪费的社会成本太高 民业也很高 那每一年的总执行 我都提这样的 希望我们虽然是交通 那个高速公路局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是属于 叫做什么 公路局 公路总局 公路总局 快速道路是公路总局 然后那个高速公路是高速公路局 高公局 因为在新北 再怎么样 我们新北都有建议权 对 都要认识去promise 应该就比较有机会完成 那我们一直去讲 讲到后来 当然也要透过立委 我们选区的一些立委 联合去讲这个事情 后来有同意 有同意 但是同意下来的方案 其实我还很不满意 我没意 因为 过度的一个折中方案 在两年 两年 一年多前 这个方案其实就已经切掉了 有新确定了 因为高速公路局那边有答应 我们要做这个引道 直接 比如说北上 直接 那个这个 你看 我先给你看一下图 这个是我那个时候去拍的 塞车的状况 就是真的非常塞 然后 你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是我们跟他建议目前要做的 这个是65号 对 65号 这个是往 这边是往台北 这个 本来都留下来 这个希望是往这边直接过去 直接能够有一个引道 能够接高速公路 对 然后 南部 南部 如果是下高速公路 如果是往 巴黎 或者五谷方向 直接也是到64号 没有问题 但是 这边就没有 直接下 如果要接65的话 他也是必须要先下交流道 然后再接65号 快速道路 对 但是现在 的评估我为什么不满意 你知道吗 因为我那个时候 具体跟他建议就是 不管南下北上 应该都要接 就像土城 就像64号 等于他现在只做了一半 他现在 北上愿意直接用引道连上去 这个是已经确定 然后南下的部分 南下的部分 目前的规划还是没有接 还是让你溜下来以后 再转 他说没有塞到那么严重 往五谷的方向 看起来比较通 要北上 舒缓了 这个车道 北上的一个车流 舒缓了一半 然后要过五谷 或者要南下 就会好一点点 其实 他这样的规划 我觉得适合目前 但是 他再好两三年后 你再好两三年后 甚至五年后 就更不得了 所以我是建议说 既然这样子 那你可以北上连过去 像这样子 连过去 那这个地方 因为有六十四号在附近 所以事实上 你可以再转个弯 直接接了南下的高速公路 就是同一个引道 就是这样下来 可以跟六十四互相的串联 一个直接上台北 一个再另外分一个绕过来 事实上是可以直接接南部的 南下的 如果说另外一个也是蛮无垄的 就是说从南部上来 下交流道的时候 不是很塞 大部分都塞在哪里 你知道 塞在封江路之前 他们有实际去做评估 去做那个车辆 用塞的一个车 车辆拥色的状况 这个是OK 但是这个是现况 但是你要考虑的是几年后 几十年后 一个规划 最少没有十年 没有二十年要十年 对 甚至比较五十年 一百年都在规划 我是认为要有眼界 我刚刚讲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要有眼界 他现在愿意做的 也只是说 直接高价 分两个系统 一个是不是高价 一个是高价 直接到哪里 过了封江路 比较不晒掉 就要留下来 如果你想上六十年 再上六十年 我就觉得这个又是做一半 感觉说又做一半了 这个我认为 目前如果说OK 目前可能马上解决 但是当 事实上 还是必须要长远的 来看一下未来的整个发展 他这个时程 那一天的说明 所以因为征收土地 有一部分 还要做变更 使用分区的变更 还有一些 搞不好私人的部分 还有一点征收 就可能要用掉两年 盖大后大概要七年 我认为这七年后 你想想看 而且这太久了 我们后来一直请相关单位 新疆地区交通黑暗 还要再等七年才能够解决 所以他现在也同意 中央说那我们加速来做 只要土地的部分弄 希望说两年内就可以动工 尽速完成 当然我们觉得这个速度要快 但是希望规划出来还是要更有眼见 我在市政府其实这一次总执行我还是要去讲这个问题 所以目前定案的是这个样子 我最希望的是怎么样 就是像其实这个 不必有塞车 你看人家不塞车的地方是怎么做的 这里就是刚刚讲的 你从南方 从山高这个方向来 到了这里 新五路进来 你让他直接 从板桥到新庄走65号 直接上高速公路 不要再溜下来 南下也是直接接 同时还要接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64号 65号很近 应该直接另外一个引导 接64号过去 因为64号从这边有没有 从高速公路台北来 来到这边要溜下的时候有一个引导 既然有一个引导 你这边有一个引导就在附近 你接一个 如果可以穿接起来的话 宽一点点 分车啦分流 就可以接过去 其实如果你直接要到巴黎 就可以直接这样接过去了 你也不必再下来啦 我是认为这个 南下的部分也是一样 南下既然你看 刚刚这个六 看这张好了 刚刚这个 这个64来到这边 都来过了高速公路 这是高速公路啊 是 都已经到过高速公路 然后可以北上 对不对 那你这边 你这边来的时候可以直接接他 对 两个可以接在一起 你这边来我不上高速公路北上 我直接有一个引导 接了65 还是可以接过去啊 对 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很OK 结果我那个时候跟一些关联在谈 他竟然跟我回答一个 我很不白意的答案 他说目前在五谷地区 还比较不塞车 所以可能这个需求暂时没有 但是既然一个工程要做 你要有眼见 你知道我怎么骂他吗 我跟他讲说 一个交通建设 基础建设的东西 要有百年 甚至五十年 最起码二十年以上的眼见啊 你规划本来就这样 你看那里目前比较不塞车 我刚刚讲 跟64号有关 再来就是 他说连口数还稍微少一点 我跟他怎么讲 我说啊 我们从新北 或者很多比较南端 要到也是属于新北的淡水 都非常塞 是 非常塞 那每一年都有讲说 我们那个淡海大桥要上来 对不对 那如果桥一通 从哪里来 淡水的人啊 巴黎 就是淡水 或者那个万里那边 金山万里的人 他会直接 他不要在台北市再塞 直接过桥就在巴黎 对 就进了我们 直接接64 也进了我们五谷 对 就进了64 不接你改天让他再下来 那就惨啊 你不能看目前 目前是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你前面塞了 其实他们过不了 我认为说 要做就一次把它做 既然现在在规划 因为规划 你说要那么多时间 那就一变规划 是 昏起施工 我的同意 对不对 你这个塞的部分先做 但是规划 逸流的 应该还是要长远的 包括工程的结构 你说逸流 那边改天要接过去 是 所以我认为说 还是要连接 其实这部分我还有一件 不过当地的居民 这个碰到交通问题 当然反应就一定很大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五谷交流道 塞塞塞的这个交通乱象 到底有这个多恐怖呢 巅峰时间必赛 尤其是国道要接这个新五路 然后甚至要接到这个65号 那尤其呢 这个路程当然 这个耗时要多 这个15到30分钟 哇对于上班族来讲 这个时时刻刻 对他们来讲 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 那这当然相对的 这个时间成本 耗费的就会比较多了 那另外呢 这个车流分乱 同时呢 这个插队也会多 当然很容易 就会造成所谓的交通事故 那交通事故呢 也一旦发生之后 完了后面的这个交通 这个状况 一定就是更加的严重 另外呢会影响的 包括了五谷 新庄以及泰山 尤其我们看到 在这个65号快速道路 它其实经过蛮多的 从这个新北地区 然后不管是中永河 然后是到从板桥 然后一起到这个 我们的新庄 那新庄呢 甚至还会经过 这个头钱啦 富都心 这些未来的人口数 其实都不断的在增长 那另外呢 到64号 在五谷那边 也有这个重化区 现在也正在发展当中 那其实议员 刚刚有提到一个 如果整个新北市 现在大家都不断的在讨论 所谓的快速道路 能够让这个南来北往 甚至整个新北市的交通 能够如何让各区 能够快速的 能够让大家更加的方便 那如果能够把64跟65 能够也串接起来 甚至先解决到这个65号 街高速公路这样的问题 对当地的居民来讲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刚刚主持人有讲 其实就是新北 在新庄地区 五谷地区 刚好特别有立地 有一些还空地 就足以发展 你想想看 刚刚有特别提到 头检重化区 现在才建设 人又会进来很多 互都心 当然也有 还有商业区 很多公家的机关在里面 那个人口处又很多 再来 当然周子洋 五谷那边 现在都是蓬勃发展 都是新新的城市 但是你知道 还有一个更恐怖的 就是温子郡重化区 现在正在规划 400公顷 以后可以住多少人 那以现在 那个还没有整体住进来 还没有整体开发 都已经筛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在这边 其实真的还是 恳求 就相关单位 第一个你规划 真的要有眼见 规划几十年后的状况 评估一下 就是要有眼见 再来 真的如果有经会上 或施工上困难 分断实施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先规划出来 我先做目前最急的部分 但是已经一流 该有的土地变更 或是使用分区的问题 甚至于一些结构 有一些要互相连通 都是把那个建筑 主体结构 基础工程 已经先做在那边 那发展到那里 我就往上接 那速度都很快 如果你有规划 分断实施都会OK 包括你经会的问题 也可以处理 但是真的 不处理 我跟你讲 当你现在要解决 现在的问题 但是你规划 只是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以现在做评量 然后我跟你讲 你盖好 就算你很快 三年就通车了 三年后跟现在又不一样 三年后你还要 同样要解决 同样的一些问题 不是 因为问题又更严重 而且你解决不了 三年后的问题 你可能只用 现在的规模 在做考量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评估 十年后 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五十年后的状况 因为这个城市发展 其实有一定的模式 而且光从土地面积 人口的发展 可能有的 住进来的 人口数都可以了解 我觉得这个还要加一把劲 我强调就是 要有眼见 再来要有系统性的思考 是 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其实发现说 这个中议员 关心的在地议题 其实跟居民的生活 真的是息息相关 不管是在交通上面 或者是说 在居民的生活品质上面 如何能够让整个新庄地区的居民 不管在交通 或者是生活居住的品质上面 能够不断的提升 那我想最后利用一点点时间 其实议员关心 这个新庄地区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交流道的一个塞车问题 或者是说在丹丰地区 这个生命馆的 这样的一个争议的问题 还有没有哪些部分 你其实觉得说 在新庄地区 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建设 有一些新的发展 是您自己在 这个议员的任期当中 是想要好好的来推动的 我觉得那个市政的议题 当然非常多 当然各部门有它主政 但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当然是怀孕民意 反正移民意有一个要件 就是因为我们企民 老板 他自己身边的事情 他最清楚 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 就是我们的市民 有什么意见 可以找所有的议员 反正因为本身 议员就有这个义务 对 而且你跟他讲以后 他才知道 不然我也听说 大家的意见其实是 变成我对很多事情 可以更了解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 相关的部门 要重视民众的意见之外 其实做事情的时候 要细腻一点点 比如说刚刚讲的交通的问题 刚刚我讲的都是比较大 而且一直 结构性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要有一些创意 而且要有眼见来处理 其实像那个 譬如说红利灯的秒速差 都可以影响整个车流 甚至于远行道 像五谷很多地方 像成泰路那里 过一个马路真的很困难 因为那里车流很快 车流很快 然后要过马路都很危险 其实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 譬如说 你从常常发生车祸 从统计数字发现 这里常常发生车祸 其实都要该列管 我们组政单位是 譬如说交到那里 这里常发生车祸 就该去检讨 当然民众的反应 议员会认认真心 很多事情 真的要用心细腻 譬如说再讲一个 停车的问题 停车问题是非常困难 但是在大的规划 本来就 政府有这个责任 要规划一些停车场用地 要去兴建 让很多停车 譬如说汽车停车 会有合法的空间 然后机车会有一定的规划 当然我们希望大众 更便利 然后减少自己开车 当然也是一个大的政策 但是就这些规划你本身要有 你看我 你知道我们新北市一年的 滑单预算是多少 税入我以前 去审这个预算的时候 发现说不得了 一年超过二十亿 哇 滑单收入 滑单的收入 对啊 我跟他讲说 我都会问那个交商局 或是警察局 当然警察局 他只是执行单 执行 我问他说 你看到这么多滑单 就是开这么多滑单的金额 你是会高兴还是会难过 因为你看有收入 但是相对是有这么多人违规 那你就是 其实处罚的最重要目的是 为了他的安全 为了秩序 秩序跟安全 这个部分 如果说滑单一直没有减少 表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我一直都要求相关的官员 其实心态上也有改变 比如说某一个路段 因为危险 所以我们限速 限速装了 比如说那个测试照相 测试照相 或者有人躲在那边照相 照相一直还是很多 收入很多 但是事实上表示没有改善 你可能要改变 搞不好那个标示要更大 或者说因为这样很危险 我事实上搞不好 要有人员在那边站岗 一段时间之后 他减下来 减下来看起来收入少 没有错 但是是解决 本来你的目的 停车的问题一样 你要想办法规划 如果会违规停车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不遵守交通规则 另外一个根本没有 找不到停车 他想遵守也没有 所以我认为说最起码 组政单位有一半的责任 所以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个督促 那譬如说一停车位 我其实是有做很多建议 譬如说 有一次总之间 两年前 总之间之前 我在我们新庄运动公园绕一圈 新庄运动公园地下室有很多 公有停车场 那当然也有包括 运动中心也有不少 然后还有旁边 有没有 那个凹兴去 那个公园路旁边 复兴路旁边 有几个 三十几个车位那种 我那一天要直醒的 前一个晚上 大概十点去 因为当天 有在打棒球 所以白天 几乎没有位置 几乎没有位置 但是 晚上去看的时候 竟然空位置 因为他都有标示出来 对不对 竟然大概六七百位空 我就问说 为什么 他说晚上收费 跟白天一样 没有人愿意进去停 但是路边停车 免费都提办 所以我就要求市政府 在离翁时间 要降低汇率 吸引民众进去 然后解决夜间停车问题 对 不然的话 就是变成夜间文字馆 这是制度使然 我是觉得 政府要有效率 要常常站在民众的角度 然后去了解为什么 总是不能有夜间文字 也解决停车的问题 我是说 都可以有很多 制度上的改革 好 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不但发现了 新庄现在 可能面临上的一些问题 同时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在新庄地区 有很多的一些 好的议员 然后努力的来为地方 争取很多的建设 当然也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地方政府 尤其是新北市政府 在面对民众的一些 不管是问题 交通问题 或者是在各方面的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公募迁移的这样的状况当中 其实应该更站在民众的角度 然后更站在长远的规划 才能够好好的来为民服务 今天非常感谢议员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当然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那最后是不是 感谢一下我们的议员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因为我是议员 所以随时给我们指教 给任何议员 都可以给他意见 也可以找红人 谢谢 好 今天谢谢议员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当然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曾子庭 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